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支持马踏飞燕 认为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 没必要更改 而且这称呼也更有意境 也有人支持马超龙雀 认为还是要尊重事实真相 文物的定名 不应该以哪个名字好听 或者哪个名字传播度更广来决定 最后一位朋友重点有点歪 另外还有人认为什么马踏飞燕 马超龙雀都不正确 同奔马才是王岛 这三方观点的争执从来不是近期才开始的 自这建筑像出土以来 对于他该如何定名的争论就没有停过 1969年10月 他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 一座已遭多次盗掘的东汉墓葬 马的造型 昂首羊腿 三足腾空 头尾左顾 右后足踏一飞鸟 后来的1978年 云梦翠湖的秦墓出土了一件彩溃牛马 鸟文奇匾湖 一侧也画有一匹奔马和一只飞燕 这件筑像的造型 其实和彩溃牛马鸟文奇匾湖 有一曲同工之处 都通过了对比的方式 反衬出具马奔驰的速度之快 但筑像江燕安排在马底下 使得画面重心更为明确 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具创意的方式 出土后 他便有了马踏飞燕这个名字 很多人说这名字来自于郭墨若 但就小编搜集资料所见 起码有三种说法 一 郭墨若说 1971年 郭墨若去兰州参观 将其定名为马踏飞燕 这应该是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 二 民间流传说 经郭墨若先生鉴定 命名为铜奔马 同时引起三足腾空 在后足踏在一只飞鸟的悲伤 又有人称之为马踏飞燕 三 官方启明说 1970年6月 该住相被调了网甘肃省博物馆 作为出土珍贵文物收藏时 即以马踏飞燕的名称登记收藏入库 这三种说法数对数错 由于被找到充足资料 小编再次不做评价 但没有疑问的是 马踏飞燕确实是他自出土后便有的名字 但后来 学术界也渐渐有了争议 而争议的重点就在于 马骑下的鸟 真的是飞燕吗 飞燕说得到了很多人的否定 最基本从外形上来讲 燕尾应该是分叉的 而这建筑像的马骑下的鸟尾却成些形 那显然不是燕子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不是飞燕 又怎么能叫马踏飞燕呢 在1972年 甘伯文甘肃武威擂台东汉木青 以简报中将其称为奔马 同奔马 但描述中依旧采用了飞燕的说法 三族腾空 又后足提踏一飞燕 飞燕展翅回首 注目惊世 1974年 甘肃省博物馆发表的五威擂台汉木中 也将其称为铜奔马 屠柱部分又简称为铜马 但描述中却认为 马骑下的鸟类更像是鹰 又后足踏一飞鸟 飞鸟两眼四鹰 在马踏飞燕和铜奔马 这两个名字打得火热的时候 也有部分学者 同时对这两个丁名提出了异议 学者 牛龙飞便认为 这两个丁名都没有能揭示出这件文物深邃的精神内涵 他根据西汉张恒东经负中所载天马半汉龙却盘安等相关文献资料 于1983年向中国敦煞鸟团学会成立大会 即1983年全国敦煞鸟团学术讨论会提交了天马半汉龙却盘安 说五威雷台出土之铜树天马的论文 论文中认为它是超越风神龙却的行鸿天马 简而言之 马踏飞燕的称呼不够准确 是因为马飞马 燕飞燕 而同奔马的称呼不够准确 则是因为名字中有马无鸟 而且天马其实并非在奔跑 而是接近于庄子逍遥的神友 因此即使是风神龙却 也无法忘记相悖 1983年12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马超龙却被定为我国旅游图形标志一文 把牛龙飞的观点简称为马超龙却 从此马超龙却的命名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并且被收入了权威的中国美术词典 是文称后经考证 所谓飞燕并非燕子 乃古代传说中的龙却 马亦非凡马 而是神马及铁马 这篇文章也成为日前官方定名为马超龙却的主要依据 但即便有人明日报带头 学术界对此的争论 还是没有停息 后来又有学者认为马蹄下的鹰为鹰 这一论断 主要是根据物种的外形来判断 比如我国著名的畜牧学家崔玉熙 就曾列举了马踏飞鹰说的六项理由 一 燕子啼小 马蹄踏上之后 露出的燕铁部分不可能如此之多 二燕尾较短而分叉 鹰尾较长而尾端整齐 三 鹰飞的速度在鸟中最快 马踏飞鹰更能说明马跑的高速度 四 在甘肃河西一带 鹰四季皆有 而燕罕见 五 马与鹰在古今长被人视为狩猎工具 猎鹰与猎马长在一起 向同一方向飞奔 对同一猎物追捕 燕子很少有这类行为 六 古今养鸣人 多 喜欢在鸵尾上部戏意向灵 鹰飞灵想助性 同奔马模型 飞鸟尾部上部 果然有一个细宁的孔眼 关于这件柱像称谓混乱 无法达成统一的问题 其实已经存在数十年 对此 有人认为 杂乱不已的称谓 不利于文化的精准传播 也不能确切表达其中蕴含的中国旅游标志的意味 更有爱蕴含其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表现及深度挖掘 也有人觉得无所谓 大家心里了解 这其实都是指的同一件文物就可以了 那么 你觉得它到底该叫什么呢 参考人县 一干博文 甘肃五威雷台东汉木清理简报 文物 19722 16到242 甘肃省博物馆 五威雷台汉木 好古学报 19742 87到109三阳 诗姓马踏飞燕 应改为马踏飞燕的建议 为怀念老友崔玉西教授养马学专家 而作 中国草食动物科学 2002 224 25到28次牛龙飞 马超龙雀 无价的国宝 文史杂志 19946 36到3755 德序 陈首中 五威雷台汉木出土 同奔马命名商却 西北市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3 31到386 徐成台 你晚从七华到同雕东汉马踏 飞燕同雕艺术构思的渊源 江汉豪谷 19993 66到67本文转自公众号 博物馆看展展览投稿 请发 Historytalking Gatoutlook.com 有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